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鹿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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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滑板厂设计师 1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Morpark 在上海开了两个滑板场地 因为在滑板厂里有一群朋友 他们是去年开始玩鹿冲的 就跟他们一起开始滑了 鹿冲的话 前巧的支架会跟普通的滑板不一样 像这一块的话是CX式的支架 在碗池包括一些弧形的时候 可以转向更灵活 然后像这一块的话是弹簧支架 弹簧桥 可以对比一下 然后这种的话 它就更偏向于长板 在里面也是会进行 做一些冲浪的长板动作 脚跟用力的时候 对 碗路冲的话 大多数人它还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 因为这个运动它的社群的属性非常强 大家会认识一些新朋友 去更好地享受生活 然后去寻找一种在城市里面的生活状态 接触鹿冲的是因为我做研究 我现在做的叫生活方式运动中的文化生产与消费 这里面就包括比如滑板 冲浪 滑雪 飞盘 陆冲的文化在中国的发展 很大一定程度上 是一种社交导向的消费 而不是一种符号导向的消费行为 其实陆冲最早是从50年代那时候 加州冲浪的群体 他们在陆地上也想享受冲浪的感觉 然而陆冲它的英文名字叫Service Game 它其实就是跟冲浪这个文化 是一个高度纷绑的一个关系的 但是最近我觉得发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陆冲的发展在国内更多是围绕社群来发展的 而更多是满足了年轻人这一种社交的一种需求 它开始有很多不冲浪的人 开始来享受陆冲的乐趣 陆冲大概是在2021年的中旬左右 那个时候开始迅速火爆起来的 这里面其实就也包括了奥运会对它的影响 那背后它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个是首先大家在这种疫情这种影响下 年轻人都想追寻自己的一种意义感 他们想要跟他身边的朋友 跟他周围的空间建立起更强的一种联系 所以我觉得陆冲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种工具 让年轻人到街上去滑 然后看一看他们周围是什么样子的 从新消费角度看 我主要是发现现在年轻人 他们现在买东西 不再是特别的功利性的那种买东西 他不再是想要去买一个品牌 或者说买一个符号了 他更多的是想要使用他买的这个东西 让他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种幸福感 他们是对生活和对产品 或者是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是有要求的 那这一部分人群 他们是希望能得到更好的产品 那他们对这个方向的需求 以及专业角度来看 这个进口品牌日渐会逐步加大 那天猫国际品牌 这一块的人群又定位得很准 而且国际上来讲 整个的陆地冲浪板就源于进口 所以大家在很多核心方向里面 其实是对他们很认可的 包括很多专业的滑手 陆冲这种发展的稍微晚一点的 这种新的运动文化 那他必然会需要有一个过程 是引进一些国外的品牌 通过这些品牌了解陆冲的历史 和了解陆冲的文化 天猫国际 他们最近办的那个 找回附近的这个滑板节 年轻人们可以通过陆冲这个运动 跟他身边的空间产生联系 我认为附近呢 其实不一定非得是一个 非常具体的一个概念 附近的其实它就是连接 不管是与空间的连接 还是与人的连接 不管是你在你的小区里面 还是你在你一个广场上 还是你在甚至在社交媒体上 你有没有跟人产生连接这个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找到附近 我好像找到一点点 只是这样了 陆冲板我觉得尤其是很需要 个性的一个玩具 当大家滑着千变一律的时候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你想表达的东西 都会显得尤为重要 每个人都有它合适的板子 有的人想要一直玩平地 那买堂王桥可能会轻松一点 有的人想要挑战晚驰 蹦道 那一定要买P-U桥 会更稳定 它是需要运动美感的 它最基础的动能的美感 决定了你这项运动 你玩起来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喜欢一样东西 我从来没有口运过它 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就觉得我是自然而然做了 我能感受到从春天到夏天 每一天的季节的转换 我觉得让我与这个城市的共鸣更多了 女孩子和女孩子之间在一起玩运动 它是可以摩擦出很不一样的感觉 那我就是对世界都打开了 原来世界还是可以这样的 开飞 笑语 快快快快快快 梦 梦 没有 没有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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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没